民众人手一击开心抓宝 这是六年前在台南推出的 宝可梦抓宝活动 吸引大批玩家来参与 今年宝可梦旋风再席卷 Pokemon GO 举行了台湾首场的 City Safari活动 就选在台南 活动周末登场 预计吸引大批玩家聚集谷都 一进饭店立刻开启手机练功 玩家们相当期待 周末来临 也因为宝可梦的活动 台南饭店几乎一放难求 不管是站在房里 就能欣赏市区美景的 还是配有泳池的 或是有大厨帮你料理早餐的饭店 现在要定九号入住难楼 店房网上面饭店民宿商旅 同样超抢手 已经无法预定 甚至还出现价格调涨的情况 前后一个礼拜 差了一两千元 这阵子台南活动多 有灯会有宝可梦 人潮也会多 民众周末想有古都 可要有心理准备 华视新闻柳汉生 孙文娟荣耗贝台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